大家好,我是Richard 大家是不是看我有点变黑了 因为我最近常常去海滩 然后我在学习冲浪 我个人对水性啊,对这种都不好 所以说我在想,是不是也要投资一下 投资在冲浪,学习冲浪上 让我在冲浪上技能也变得更好 你知道任何事情都需要投资才能获得回报 对吧,OK,话不多说,我们来今天谈一下 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说 你究竟能在亚马逊FBA能赚多少钱 我把它分成三个部分 一个最好的情况,一个一般的情况 和一个最差的情况 因为为什么我要做这个事情呢 其实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说,我想帮助人们 跳脱一个朝九晚五的一个工作 朝九晚五确实是一个 世界上最大的一个 奴隶制的一个制度 然后把我们困在这里,我们必须要 打点上班,打点下班 第二个原因就是说 网上的信息实在太杂了 很多人有的人说这样,有的人说那样 有的人说要多少钱开始一个 亚马逊FBA的生意 可能他说要几十万上百万 他说在2020年你还想做亚马逊FBA 你起码要多少多少钱 然后他可能叫你去投资 划枪北的一个电子产品怎么样 就是说这些 对于我们新手来说 对于你这新手来说 然后你都感到非常的疑惑 你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做 该怎么听谁的,有没有一个系统的学习方式 你都不知道如何去做 使你非常的迷惑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做今天这个视频的一个 两个原因,如果你的价值观跟我一样 如果你也想拥有一个自己的生意 想用一个更加自由的一个工作生活 OK,那我们接下来可以谈 接下来谈的就是说我们最好的情况 最好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因为当时我开始的时候 我是三年前开始的 我三年前开始的时候 我是只有两万块钱 两万块钱的起始资金 可能很多人告诉你说 你要起始资金要多少钱多少钱 几十万几百万 但是我当时开始的时候 我确实就两万块钱的一个起始资金 第一个你就说你做亚马逊的时候 你还没有亚马逊账号 首先我们要有一个亚马逊的一个卖家账号 一个卖家账号的话 刚开始是每个月的月租是40美金 40美金 然后你可能要花一个一个星期左右 你就能把它创建下来 你可能把一些手续都办全 营业执照 然后各种的信用卡 然后办全 一个星期就能把它注册下来 注册下来之后 我们到第二步 第二步就是说找到一个产品去买 那你有亚马逊的卖家账号了 你没有产品去买怎么行 然后我不是说每个人都不是一个工厂怎么样 我们大部分人都没有工厂 然后我们就要找一个产品 用选品软件去找一个产品去买 选品软件的话 你可以用一个星期的时间 就找到你要卖的产品 当然一个星期的时间 这可能是比较紧的一个时间 一般情况下 我们大家如果你真的沉下心来选的话 可能会到两个星期三个星期 但是一个星期就最好的情况 一个星期你就能找到一个 你心仪的产品 找到一个竞争比较小的 但需求比较高的一个好产品 然后找到产品之后 你就要找一个供应商 供应商的话 你就要去和供应商谈 如果一个供应商最好的情况 你和供应商谈的好 也比较很好 就找到两三天就找到 他给你的产品也OK 你再去订一个logo 再订一个包装 然后各种都跟供应商沟通OK 然后只有两三天 你就可以把产品给他订下来 然后接下来一步 就是说你要开始生产 看生产 一般情况下生产和发货 我会说在两个星期到一个月 生产和发货 这里我推荐 因为现在疫情的原因 我推荐是用海运 因为海运也比较便宜 以前的话我会推荐说 你发第一批货的话 你可能会用一个空运 因为时间就金钱 第一批货的话 我们要最快速的 把你的货塞进亚马逊的一个仓库里 然后让它开始卖 然后现在的话 因为空运实在太贵了 疫情的情况 然后但是海运还是非常便宜 我还是海运的话 就时间稍微长久一点 说制作产品 供应商把产品给你 和发货 就会在一个月左右 一个月左右 你的产品能到亚马逊的一个仓库 这样下来我们就整个过程 就是一个月多一点 一个半月 然后一个半月 我们就已经开始卖了 就已经产品 你的产品已经在亚马逊的一个仓库 你的listing已经上架 已经能开始卖了 然后还有接下来就要一个PPC的一个充广告 亚马逊的一个广告 因为如果你没有广告的话 你的产品刚上的产品 你会排到第20页 排到第26页 我们就算你在淘宝买东西 也没有人会去第5页第6页 甚至去第10页 然后来找你的产品 来买你的产品 首先你要让你的产品 跑到第1页 跑到首页 我们才能买到你的产品 顾客才能买到你的产品 同时你要用一个early review program 就是一个早review 早评价的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是亚马逊发行的 就是60美元 60美元 他会给你5个review 就是他自动会给的 他亚马逊会跟顾客沟通 顾客会给你 如果你的产品质量OK 你的生产商质量OK 然后你就会拿到一些四五星的review 四五星的review的话 我们review的一个就是评价 我们评价的一个星级 起码要在四星以上 因为没有人会去买三星两星的一个产品 如果你在四五星的话 你就可以开始卖 然后你的pbc再充一下 在两个星期左右 你的产品就能越卖越好 然后就卖起来了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从第一个月 可能到2500美金 2500美金 慢慢升到5000美金 到1万美金 然后你这个车轮就开始转起来了 那亚马逊生意也开始做起来了 你最怕的就是说 亚马逊FB是不是一个骗局 这个疑问就没有了 因为你的确实你的数据已经在转动起来 能看到那些你能卖出去的产品 然后那数字在变动了 懂吗 然后这下来你一般会是在20%到30%的利润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你没有review的情况下 你的pbc转化会比较低 你的a cost会比较高 你一些各种的一些照片的一个成本 然后各种的一个充排名的一个成本 各种成本 所以说会把你的利润率压的比较低 可能会压到压到20% 但是在接下来你会订第二批货 第二批货的情况下 你的review明显就有上升 你的review就越来越多 然后你再配合上一个follow up 一个email 就在顾客买你的产品之后 你会发信息给顾客说怎么样 问他要一个review怎么样 如果我们服务够好的话 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个review 这样的话你的review也会慢慢进来 你的一个评价也会慢慢进来 你的一个a cost会越来越低 a cost就是一个在广告里面的一个术语 就形容你花了多少钱 然后来拿到顾客买了你这个产品 a cost会越来越低 然后你的利润率就会慢慢往上降 慢慢往上升 可能到30% 30% 40% 然后最后你能到1万美金一个月 2万美金一个月 3万美金一个月 然后你持续订更多的货 然后面对更多的一个产品 然后你的亚马逊生意就蒸蒸蒸蒸蒸日上 然后你再可以扩充向shopify 扩充上独立站 然后各种就是一个最好的情况 最好的情况下几个月之内 然后你的亚马逊FBA生意就能蒸蒸蒸日上 这是最好的情况 但是最好的情况一般是对应一个20%的人 我不是说每个人都那么幸运 就一个星期就能找到一个心理的产品 产品一上就能卖得非常好 就是一个小爆品 然后随便拿几个review 它的产品就能直接这样滚起来 滚动起来 现金流就流动起来 我不是说每个人都那么幸运 但这是20% OK我们来接下来讨论一下 一般的情况会发生在你身上 会发生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说可能产品搜索 可能一个星期你找到一个好产品 然后你要花两个星期 三个星期甚至四个星期去找一个好产品 找到那个你心意的产品 因为找产品大家都知道 是我们在做亚马逊FBA过程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其中一部分 最重要的其中一部分 然后再接下来找到一个供应商 供应商你可能有一些问题 你可能要改进一下产品 可能要怎么样 然后找到一个供应商是稍微比较难的 你拿了很多样品 然后看一下哪个供应商 它的一个回复比较到位 然后服务比较到位 样品比较到位 可能花了你两个星期 才确定一个合适的供应商 这都是有可能的 可能你就没有那么进展 就没有那么快速 然后再订货再卖货 然后你再用一个海运 可能产品 海运或者又花费了更多的时间 然后又一个月 这样的话我们就两个月去除了 两个月去除了 你的产品还是没有到亚马逊的一个仓库 然后终于在两个月后 你到了一个亚马逊仓库 你开始开一个PBC 开始开一个PBC 因为你的产品 怎么说 刚开始PBC也要花钱 PBC可能我们就算你 刚开始你花200美金在你的PBC上 但是PBC这钱大家不用怕 因为PBC的钱 都是直接在你卖家后台扣的 不是说它在你的信用卡里收取钱 它是说你卖了多少钱 然后它直接 亚马逊就从你卖的钱里面 扣出你的PBC的一个费用 然后再200美金 再加上一个60美金的Early Review Program 那你就是260美金 260美金就是你的产品开始赚起来了 你的广告 虽然说我们比之前最好的情况 慢了个把个月 但是我们还是能使产品赚起来 然后最后我们达到每个月5000美金的一个收入 我们的利润可能是 如果你有5000美金的一个营业额的话 你的利润只有1000美金到2000美金 因为我们之前的一个 这是一般的情况 我们之前的情况可能我们选到一个比较好的产品 就是一个小爆瓶 然后这个情况就是我们选到比较一般的产品 然后我们需要花更多的力气 用在PBC上去推它的排名 然后去花更多时间去涨更多的review才能排上去 对吧 然后这些都是一个更多的一个成本 所以说把我们的控制在 把利润率压的比较低 在接下来我们就会订第二批货 订第二批货 然后开始我们慢慢 虽然说这个产品不是一个小爆瓶 但它确实还是有一定的需求 和一定的竞争也是一般没有到特别大 我们到第二批产品的时候 随着我们review的上升 我们也能开始慢慢每天卖10单一天了 然后我们接下来在这个产品 OK这个产品虽然说 不是像第一个最好情况下的一个爆瓶 但它还是一个普通产品 还是每天能卖10单 我们还是会继续进货 我们只会扩充第二个产品 第三个产品 然后慢慢的 虽然说我们没有那么像第一个 第一个那么好情况一样爆款一样 但是我们还是慢慢的往上走 还是慢慢的扩充 然后扩充了在一个品牌一个类目下 然后再慢慢的移去独立站 然后就越做越好 把这个品牌也给它做起来了 对吧 然后这样的话 就会慢慢的达到一个6位数美金 6位数美金一年 6位数美金一年的话 就是说看销量的话 就会是273美金一天 273美金一天 做过亚马逊 都知道273美金一天是不难达到的 是比较简单能达到 如果你有一个合适的一个指导 然后加上你认识如何选品 你知道如何去选品 然后这些功能 这些一步一步做亚马逊就像 做亚马逊 FBA其实就像做数学题一样 然后都是一步一步的 你要先把选品 然后各种都是一个有指标的 一步一步你照着做就好了 其实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 当然你需要一个合适的指导 和一个非常有帮助的一个社群 来帮助你才能走得更快 然后在273美金一天 你这样的话 其实三四个月 你就能达到273美金一天 也就能达到每年6位数的一个销售额 然后如果你要达到每年6位数的一个利润的话 可能时间稍微长久一点 利润6位数的话 就相当于70万人民币一年了 这比很多高管 在国内很多高管的水平都高 而且是被动收入 你想一下高管 高管如果赚这些钱的话 他肯定做牛做马累都累死了 然后他可能半夜他还要接电话 半夜还要听上面的领导吩咐 然后但是如果你的话 你就被动收入 如果这个产品快要你的产品review上去了 更稳定了 如果你的产品断货的话 你只要重新订货就好了 就是那么简单 你完全不需要说做牛做马 为别人做牛做马 为大公司做牛做马 而且你知道 不是每个人都能当高管的 对吧 但是每个人都能做亚马逊FBA 然后我们说最坏的情况 最坏的情况就是说你的产品搜索 或者是在产品搜索 你可能每天只只花一两只花一点点时间 只花30分钟 然后来找随便找一下 没有很认真的一个对待 可能花了你一个月的时间找出一个还好的产品 你对找产品其实也没有特别多的一个知识 也没有一个辅导 然后你随便找了一个产品 但是找的产品还不错 我只能说也不是非常烂 然后接下来供应商的问题 供应商的问题比较多 然后可能是产品不合格 它给你的产品可能这里坏那里坏 然后不太合格 然后或者说产期比较延后 可能这里就给你拖了很多时间 给你多拖了有一两个星期到一个月的时间 然后在你可能做listing 做listing的时候也没有很认真 然后随便做一下 就在网上随便抄一下 你的一个图片也是直接从1688上面拉下来的 然后这些都不是自己拍的 没有放入一个心思 然后你的标题和你的bully points 这些全部都不怎么样 最差的情况还是说 你有一个early review program early review program 那些顾客 他是会留一些比较真实的评价的话 如果你的产品不合格 然后他就留一些差评 留一些一星两星的差评 然后这样子的话你就很难有单 因为我们没人会去买一些 就是社会评价比较差的一些产品 然后你可能每天会有一单 可能会有两单 然后我只能说在这种情况下 这种情况就是最差的一种情况 然后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说 你慢慢的去增加他的一些好评 你慢慢去增加他一些好评 不管是你人为的 还是通过一些助力的手段 然后慢慢增加他一些好评 把好评往上增了之后 然后你慢慢的情况下 你的产品就会 把你的好评增到三颗星四颗星 把它拉到四颗星 然后你的产品慢慢就会又卖起来了 卖起来 然后等这批卖完 可能到最后 你第一次可能订了200个 300个500个 然后订了这些产品 到最后卖完你算了一下 有一些情况你是稍微赚一点点 有些情况你还稍微亏一点点 但是这个最坏的情况 对你来说 对你来说你的收获什么的 很多错误你可以避免 你是犯了如何错误 哪些错误 然后避免了 使你没有在亚马逊FBA 这个产品就成功了 你犯了哪些错误 然后你可以从这些错误中吸取教训 因为很多人都说在90%的人在三次尝试 就是说在前三次他就已经放弃了 他都没有尝试第三次 然后都没有尝试到第四次 然后前三次失败他就放弃了 然后这是90%的人 就是如果你能做那个10%的人 你能第一次可能失败了 你可能还亏了一点点 然后你可能尝试第二个产品 第二个产品就可能就成功了 然后你如果能坚持住前三个 第四个产品也能成功 很多人都想以最小的努力 但来获得一个最大的回报 他可能就像在网上随便找一些免费的资讯 他就想获得一个最好的回报 然后网上随便 就是你要投资你自己 你要舍得投资 你要舍得努力 你要放入最大的一个努力 然后让结果说话 结果可能是没你预期那么好 但是你自己已经放入了最大的一个努力 我分析了三种情况 就算最差的一种情况 你也损失不了什么 你在其中学到了非常多的知识 但是你没有损失什么 你只要继续尝试 我们只要没有失败这个词 如果你从未放弃的话 你就从来不会失败 就是那么简单 如果你想要投资你自己 然后我自己 我这里有一个亚马逊FBA决心的一个课程 会提供一个私人的辅导 然后我会告诉你你选的产品好不好 我会告诉你你的listing做的怎么样 然后如果有兴趣的话 看一下下面的链接 OK 这个视频就先到这里 我希望那些不放弃的人 才是最后成功的人 如果你得了 不乱 因为我们等于 一点事